好,大家好,我是Dr.Tonic 欢迎来到我们的乱乱讲的小天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属立台北医院的陈健龙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前十字韧带的下部分 就是 费用的部分 好,我们欢迎请到陈健龙 大家好,我是陈健龙 好,陈医师你好 我们今天就谈一些比较实在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上一集提到 其实是现在的损伤出了保守治疗 像如果说我评估MR 它大概还剩一半以上 我大概就会先病人先 先试试看 当然训练是一定 训练跟治疗是两回事 就是大家PRP 再生医疗的部分 那如果效果不好 可能就需要做scope 那我们上次提到说 十字韧带的损伤可能就是 缝一缝、清一清 那还有就是所谓的重建 那在假设今天病人已经要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住院天数大概一半都多少 如果以这个目前膝盖观念进手术的话 大概我们简单做半月板的缝合 或是说里面做膝盖的这个青创 大概就是三天 三天嘛 就是十字韧带 因为通常十字韧带受伤 大概也不会单纯只有十字韧带 没有说没有说 只是看程度上的差别 对我们这也要提到 有一个叫做unhappy time 就是不开心的三件事这样子 就是前十字韧带 然后内侧半月板 跟膝内侧敷韧带 可是其实临床上我看到很多是前十字韧带 然后膝内侧敷韧带 但是外侧的半月板 其实也不一定啦 就看力学怎么受伤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做到重建的话 那住院天数 就会拉到可能四天五天 就是十字韧带的重建 十字韧带的重建 好那想要请教就是说 那我们重建十字韧带 上一次有提到说 使用上有分成字体的 液体的跟人工的吗 那这些费用有什么差别 好的 其实费用来说 还是跟我们手术的这个做法有关系 是术式的关系 那传统来说早期的话 那取这个病骨韧带 那伤口化开来 然后进去开始做一些重建的这个做法 那其实这些健保的东西 大概大部分都可以给付了 那可能用一般的这个 螺钉然后固定起来 一般的钢钉固定起来 伤口可以想到 前面哇 画一大刀 那这个螺钉螺钉固定起来 那用这个线 用这个我们讲绳子 用线把固定起来 这是传统的做法 可是大概健保 全部都是用健保给付的做法 那近二十多年来 这个关节镜 类似镜所说的话 那除了许愿带以外 这个膝盖只要做两个洞 这个类似镜的这个小伤口 尾创的这个做法 那类似镜会伴随着一些耗材 比方说刨刀啦 或是这些这个注水管啦 还有一些 里面这个比较好的悬吊系统等等 那其实这都会变成健保是没有给付的 那可能就会花一些费用 那大概在这个里面使用上 刨刀几千块 这个悬吊系口两万多块 然后还有这个后续来讲 这个生物可惜 就是裸丁这个健保给付 所以花到钱 健保给付的这个 十字任代重建手数 大概约过四五万块左右 就是自体的任代做重建 对 不过这里要先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每一家医院 然后它进口的一些医彩的厂商 那每个人的成本不一样 不是说人家比较贵就是怎么样 其实这是不一定的 这只是在讲一般上 一般的做法 对 那如果我们刚讲自体任代的选择 如果是鼻炎券的液体任代 那会再多花一笔十多万块的费用 如果是刚讲这个生物合成的 合成的任代 人工任代 那再多花一笔二十多万的费用 所以其实讲说我开了一个重建手 你注意要花二十多万 可是要稍微看一下 必失选用的术室 还有里面包含的东西 还有是不是还要再打PRP 或是说里面防沾黏 或是说让里面润滑的玻璃栓等等 所以其实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然后来适合每个人的情形这样 所以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固定的那个衣材的部分 譬如说我们在重建韧带 然后固定衣材的部分有什么差别 是 我们现在如果比较常见 举例说明这个刚刚讲 这个后建机 后建机 比较常用的这个组的做法 我们会用这个悬吊系统固定起来 那悬吊系统固定的话 它的伤口就比较小 然后恢复的稳定度就比较好 那如果是一般的做法 那这边大腿还要再开一个伤口 再放一个这个螺钉进去 给它固定起来 所以破坏也比较大 所以其实目前手术的速式就是 动作手术时间越缩短越缩短 病人的伤口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破坏越来越少这样子 当然它恢复期也会比较快 时间也会比较快 对对对对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 就你们的观点啦 有一些骨科医师会建议在开刀的过程 还会注射自禽血小板 那对于食物上你觉得帮助在哪里 关于PRP这个自禽血小板的浓缩液 那我们在受伤之前 可能有些医师或有些患者 会选择这样子去让这个韧带 还有里面膝盖的这个生长因子浓度增加 然后促进它的增增 那在重建手术 其实我们把这个韧带重建好了以后 相较于之前受伤前这个恢复 跟重建的恢复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最需要 更需要生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手术当中 就会直接在病人的膝盖 重建完之后给它打这个PRP 那在恢复期当中 那后面的恢复期 其实也是可以给它打 那两三个时期比较起来 这个手术前 手术中 跟手术后比较起来 以医生的观点 其实手术当中应该是需求是比较大 所以往往这时候我们觉得说 那我们处理完 直接在术中 就直接给它打这个 所以你们是在已经 scope进去的时候 直接打在里面吗 对就是都开完了 那里都装好了 也都做好了 然后要准备缝伤好了 或是说里面都已经固定好 那我们关节径要 要退出来 要退出来之前 我们看着它打这个部位 或者说 就直接打在 重建的地方 对吧 这个区域这样子 那其实打的部位以外 你关节径推出以后 在整盒关节枪里面做注射 它也是可以 让里面充满了这些 就是还是改变环境 让它有比较修复的机会 没有错 所以这样听起来整个重建最贵的是 用那个人工的 是的 合成的韧带 那个费用带是比较高 那它的恢复期快 开完刀 我们好像 机器人修复完之后 装上去 F1塞车 放好的轮胎 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 但是它的这个 就是刚刚讲的一些 缺点还是 就是上一集 我们讲的缺点的部分 还是在 因为听起来好像 人工还是没办法取代 自体一体的一些 优点的部分 对 所以贵也不代表说 一定 一定这么好用 对 我们现在喜欢讲这个 长期的long term retail 长期的这个 变成的抑后来讲 所以它 短时间内的效果是不错 可是可能就比较 长期的效果是 会有一些状况 那自体的韧带 不管自体 或是异体 就是人的这个韧带 自体或异体的话 它的长期的这个效果 比起来是 差不多的 自体或异体 只是说它的恢复期 还是要 以每个人的状况 来做一些打算 对 所以除了这些费用之外 还有其他的费用吗 还是都差不多了 好 以手术当中大概就这样子的 费用差不多 那我们还会 再给病人装 这个细关节的活动支架 是 初期都要给它调整零度 那一个也不便宜 那一个也不便宜 那个从便宜的这个 七八千块 到高级的一两万块 那可能都有一些费用 那目的是说 初期维持零度角度 大概六周八周开始调整 十度 三十度 九十度 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互具的费用 了解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那个 十字韧带 前十字韧带 重建的费用 那我相信各位听了 一定 对 这个部分 有更清楚的认知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 节目的分享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Dr.Nika 这是我的朋友 骨科 陈建楼医师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你们的观赏 拜拜 拜拜